好創下剛剛看到韓國瑜是各式各樣的選舉之旅 那外界嘲笑他可能是在做畢業旅行 因為他開了一大堆空口支票 今天是整個台灣相對的平靜 那歡樂也少了一點 因為這個是韓國瑜公布的 他今天的公開行程只有三個 還是到農業地方去 到了中午12點以後就沒有了 所以今天的行程比較少一點 歡樂也少了一點 整個台灣在選情上相對平靜 可是平靜裡面呢 韓國瑜呢還是一樣到哪邊去 就要去呼應選民的感知員 呼應選民的訴求 所以他今天又開了一個新的支票 叫做在台灣3000公尺的高山上 都要立身旗台 你管你知道台灣有幾座高山嗎 3000公尺上268座 268座3000公尺的高山 而且超過3000公尺的時候 氧氣就只剩70% 都會有高山震的了 而且那個風力之大 你知道在杜拜塔 光那樣一個高度 1000多公尺 風力每小時就會傾斜17公尺 每分鐘就一吹過去 它就可能會傾斜到了17公尺的一個傾斜度 所以那個旗桿要在上面能夠立起來 那很難的 而且我們愛護國旗 一定不能讓它淋到風吹到雨 所以怎麼辦呢 一定要有升旗典禮 降旗典禮 那不曉得到時候268座升旗台 我們要配駐多少人 放在山上去照顧這樣的一個升旗 讓國旗飄揚到所有的高山上面 另外一個韓國瑜很在乎的是 故宮的寶物一定要全部的拿出來 一定要弄 他正常講說 還是要大家腦袋繼續打開一點 他說就多設點場館 讓這個故宮的寶物出來 可是現在呢 故宮已經出來講了 他有70萬件的寶物 南院加北院 大概需要的是呢 只有能夠展出的就3000件 所以如果叫韓國瑜這樣講法 可以 我們要準備再設230座的故宮 而我們當年這個故宮 當時在蓋的時候 當時的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民國54年 價值6000萬 換算成現在 光蓋外面這個挖山洞 叫84億 所以照韓國瑜這個算法的話 1900多億 照9000多億 等於說我們中華民國的總預算 通通拿來蓋故宮 才能夠完成韓國瑜的夢想 然後這樣一個韓國瑜這種東西 那麼多一直講下去 所以慢慢的呢 現在在國民黨裡面呢 很多人碰到的時候 就在問一個問題 我們與惡的距離 還剩多久 還剩多遠 80天 他們這個惡是 逃難潮還有80天可以逃 他們這個惡已經不是最惡的惡 是20%的惡 真的喔 我們與惡的距離還剩多久 因為韓國瑜已經到了22.3了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繼續這樣請假之後的行程只有3天 我們與惡的距離還有多少 所以這逃難潮是越來越多了 而這逃難潮裡面呢 青年票已經沒有了 然後呢知識票也沒有了 而這一次掉到惡裡面最慘的是什麼 你從結構分析 這次韓國瑜最強最強的 50到59歲的人跑掉了 而50到59歲台灣這批人呢 是從小喝美國奶粉長大的 他們的老師都是留美的學生 他們的事業他們的工作 大概都跟美國有關 結果你韓國瑜又得罪了美國 你又不去美國讓默見那個白眼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又跑得更快 所以韓國瑜的整個基礎一直在崩下去 所以昨天又傳出一個奇怪的消息 朱立倫那邊說目前沒有 是說朱立倫本來昨天有個新聞出來說 朱立倫急著要趕去美國22號到28號 但是目前沒有去 那朱立倫跟美國的關係我們都知道嘛 當你拒絕默見之後 雖然朱立倫現在沒有 可是美國的關係對台灣來講 最強烈的安全傘也出事了 而在整個情況下來之後 整個國民黨呢 他們也擔心的是說 本來以為說立委政黨票高於韓國瑜 被整個你韓國瑜這樣子的到處去走 而且呢他的志工隊長還講說 韓國瑜除了吃喝飄賺 吃喝飄賭什麼都來 就是不管騙之外 那給了我們總統一個新的標準 就是吃喝飄賭都可以 只要不管不見都可以當總統 結果韓國瑜整個就繼續的崩解下來 崩解下來之後 不分區呢 國民黨的政黨票立委票通通告急 連政黨票的那個本來有三成幾的機會 都已經降到了又是二十幾 所以國民黨原來預計十五席 現在已經到了十一十二席 就不分區 不分區 那不分區十一席到十二席會出什麼狀況呢 如果十五席的時候 原來答應給韓國瑜四席 沒有問題 那因為給你一點點嘛 三分之一給你 現在到十一二席 那這個時候是二分之一給你 以後這些立委是聽誰的 所以不分區立委 成了國民黨和國瑜黨 現在競爭的一個主軸 而這個主軸裡面呢 韓國瑜在昨天的時候 在嘉義的時候 面對翁崇居派系的一個議員 問到這個問題 不分區你們幫忙 就韓國瑜先講了 我很敏感 那更糟糕了 那要表示韓國瑜沒有辦法給啊 沒有辦法給啊 那我這些地方人士跟著你走 你能夠給我什麼 總不能永遠提著就是說 我再給你一個空頭之力 兩手空空 兩串香蕉 發大財 所以這個韓國瑜的基礎會越來越少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一個行程呢 就越來的越輕鬆是在 越來的行程越來越少 因為地方人士說我幹嘛要幫你 所以這個不分區之下爭奪戰 而吳敦義呢看得出來 更是卯足了勁了 現在只剩下十一二期的時候 我再分給你的話 那我不只是國民黨的總統 市長立委三頭空 我吳敦義也空了 對 吳敦義 那就是四頭空 四頭空啊 所以吳敦義現在絕對不給你 所以吳敦義一定要去掌控 這個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然後目前傳出來吳敦義 可能是放在專業組後面的 贈助指第一名 因為擺第一名太難看了 那第七名還比較安全 所以就把他這樣放進去 那這樣子韓國瑜 原來希望放進去的 四個清韓的立委 能夠進到立法院 當成他的側翼 大概也都沒有了 所以整個情況繼續走下去 而是走下去的時候呢 變成韓國瑜所有事情 都被人家拿來檢視 他現在競選總部的主委 還沒找到 但是在高雄也宣稱 有個競選總部嘛 可是呢 原來的時候是從西邊 門就打開西邊的 從西邊的門進去 東邊人封住 但是有人就看到說 現在把西邊人封了 把東邊人打開 是不是希望這樣子的時候 人就從東邊進來 止氣東來 能夠讓他重新的翻身 可是如果韓國瑜 繼續這樣的行程 繼續這樣走下去 他的一個 到底是一個傾廳之旅 還是一個畢業之旅 整個國民島 其實心都走走的